一個住民的河流 第一次去就釣到破當地最大雨的紀錄 他自己有一個記憶 連日本 一樣是日本人的釣友 都為他的成績感到相當的不可思議 在電視錄機上 突然在那裡釣過的魚 因為春田雞先生 他就是第一次去 然後他旅創家雞 就是第一次去釣到當地人 都為之經驗的一個大雨 他一直以為大魚的狀態 因為他掌握到幾個重點 首先就是他可以 判斷哪個地方會躲藏的大雨 下不見 他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在這次捲線器的整理上 他是用他的技巧的感覺 然後沉著小船 他順著河流 而下 其實他眼睛就可以一直在找魚 他不用把他的注意力 花在他釣距上面 我常常看到水的動作 請大家想像一下前面是一灘無水 他現在在尋找他的獵物 小魚 越小的魚 他的動作都越快 大魚 越大的魚 他因為他不受天理的影響 所以他就很悠悠自在的慢慢 這反而是一個獵取他的好機會 然後明人他的重點就是 他眼睛是注意在投入在獵物的身上 他現在發現大魚 他現在發現大魚 可是一般的釣友 他可能會再把注意力分散到他的捲線器上面 他一直不離開 明人的 他的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說 他一旦發現獵物 他的目光就是注視在獵物身上 他一旦發現獵物 完全是不看捲線器的一個狀況 他就可以做一個連續的拋頭一個動作 所以他是可以牢牢盯住那個獵物 然後接著他有一個技巧就是 教導大家用手指去做一個煞車的動作 ゆっくり落としてください 首先先慢慢的放線 然後輕輕的用手 右手指去做一個煞車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主要是在 讓你學會控制他出現的速度 這個動作也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動作 然後就是請各位就是 找個機會練習個大概十分鐘 可以駕輕就熟 這幾個動作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駕輕就熟 這裡可以駕輕就熟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也不能做 那主要就是在 讓你學會控制他出現的一個順暢度 請大家注意他拋頭的一個動作 請不要看那個遠投補助器 這是那個路牙的地方 只要看他的動作 看那個磁桿跟那個收線的動作的地方就好 請注意看那個面子的手指 看那個收完的地方 他第一個導環就是最靠近絕線器那邊 第一個導環這一段那個掉線 就是不會就是太鬆滑髮的 他的用意就是用手去做一個剎車動作 讓線不會出太多這樣子比較不會纏線 然後在拋頭之後我們只要輕輕的轉動手把他就可以 對 做線動作 請大家看那個卷線器先撐就好了 先不要看他路牙 他先做一個連續動作 然後看他的拋頭的一個姿勢 還有一些操作 這時候是完全不會去看那個卷線器 他用手去感覺 如果能學會這樣一連串的動作 首先就是用手去握住那個卷線器上緣 然後翻開那個導線環 然後在拋頭的瞬間再做一個剎車動作 他這動作其實一連串動作是很快速就可以完成 這時候他眼睛是釘的獵物 所以他可以用很快的一個最好的時間 先去列其他的獵物 請注意看他手指的地方 就掉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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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就是 學會用手煞車的一個效果的話 掉線才不會跑出來太多 跑出來太多的容易就炒米粉 就是為了要避免他採米粉的困擾 所以 必須用手去做一個手煞車的一個效果 請注意看純田季先生他手上 他手擺動的一個姿勢 他的手手擺動的一個姿勢 基本上是不會移動 只是動手腕的地方 只動手腕 只動手腕 請大家試著用右手伸出來 然後 就是擺動手腕就好了 一個小動作 他說 他說 你這麼好會帶我出去走 他擺動手腕 他擺動的角度其實是很小的 他擺動的角度其實是很小的 擺動手腕 現在 這個動作就說 大家可以擺動手腕 相信這個動作大家都 都是相當清楚 靠頭的時侯 靠頭只侯利用釣桿本身的反發力來做一個跑步 就是 當他製造出一個反發力之後 只要輕輕的送開釣竿 都可以做一個原投動作 請大家注意看 先甩動釣竿讓它產生一個反發力 然後順勢做一個煞車動作 然後將腳先放掉 路也飛出去的路線是相當的直的 它不會亂挑這樣 有沒有人就是想要試看看 那不會釣魚喔 它可能會犯的錯就是說